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说了 面向对象一共有三大特性 对吧 分别是封装继承夺态 咱们在课程中 已经完成了两大特性的说明 对不对 当然了 咱们现在说的只是基本语法 那具体的实际的应用 在后边的课程里边 咱们也会不断的使用 对吧 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掌握 现在呢 大家只需要了解的是 与法上怎么实现封装 怎么实现继承 那接下来呢 那就是三大特性 多态 但是呢 多态 咱先不着急讲 这种啊 在讲多态之前 多态之前呢 咱们先把面向对象中使用到的一些常见的关键字 以及还有常见的什么魔术方法 咱们统一说一下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大特性多态 好吧 那咱们面向对象中关键字都要哪些呢 那这块是咱们列出几个咱们还没学到的关键字 前面呢 咱们是不是也学过一些关键字了 比如说 访问对象内部其他成员的方法的 这是关键字 对吧 咱们重点用一讲课讲过 还有咱们在上节课 咱们说过 在子类覆盖 覆盖方法的时候 怎么在子类中掉到被覆盖的方法 也学说parent那个关键字 对不对 那这节课呢 咱们来学两个关键字 一个instance of 一个是find 好吧 那先看一下instance of这个关键字 那这个关键字呢 咱看一下 课件上 它是一个操作符 不应该管它叫做关键字 什么叫操作符呢 就跟加减乘除一样的是一个运算符号 对吧 但是加减乘除那个是一个特色的符号 这个是个单词 所以咱们也习惯把它叫做关键字 也是用的比例比较多的 但是不用它也没关系 所以这个呢 只是一个了解的一个关键字 那这个关键字干嘛呢 看一下实例 用于检测当前对象的实例 是否属于某一个类的 知道吗 特别在它弱类型里边经常用到 强类型语言里边也有这关键字 也会经常用到 通过这句话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 如果不能理解 咱们就做个实验来理解一下 就是 当前的对象 它属于哪个类的 一个运算符号 运算完之后 访问不耳性真假 比如说上节课咱们用到的例子 这还记得吧 一个person类 它有个子类什么 学生类 对不对 那我判断这个学生类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 现在我直接讲说做人类 我把这个留一下 这话 p等于neur person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边传一个人 比如说高落风 对吧 然后三是男 是不是这个对象 我下边这两个先注射掉 这个p现在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用哪个类创建的 person创建的 对不对 所以p是不是属于person的 对吧 但是p属于学生的吗 属于student类的吗 对 他不属于对不对 就像他说了person类是一个大类 对不对 对吧 虽然学生类是继承他的对不对 但是p是人类的大类 人不能说全他是学生对不对 对吧 但是学生的可以说属于人 就什么 这样的一个大类 所以我们这如果用这个判断的话 你看 如果doll p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关键字 看一下instance instance instance 对不对 然后这话直接一个字符算 per as a person 看到了吧 我们就可以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判断他属于哪个 当然我们这些类名就可以了 那你做事一样 你看 判断p属不属于person类的对象 现在他p就是用person类的对象做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话输出 这个 什么 doll p是person类的对象 对不对 然后 输出 你的对象不 怎么的 属于这个类 看到了吗 那我们现在p属不属于 属于 那我们来演示一下 运营一下结果 lockhouse里边的test.prp 回车你印象 这个p属于person类的对象 是吧 所以说明我们判断的就是成功的 对不对 对 那比如说我这边随便写一个类 hello类 对吧 我这话class h el hello 有一个这个hello类对不对 虽然是空的 那p属于hello类吗 不属于 那有的实际应用在哪啊 咱们后边实际应用的地方 咱们后边的一些例子的地方 不用的 好吧 因为这个时候呢 没讲后边之间还用不着 你看 这个对象是不是就不属于这个类了 对吧 现在能知道这个观念字干嘛用的吧 判的对象是不是用这个类创建的 就这意思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如果把这个学生类 放到 这是发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 这块是 这块是 你看一下 学生类 stutnt 学生类肯定属于这个类的吧 stutnt 是不是这样呢 来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不属于这个类 我写错了吗 p肯定不属于这个类的 你看 s是不是学生类 s是学生类吧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刀的 s是学生类对象 对不对 那这s是学类对象 学生是不是属于人类啊 那如果咱问这个学生属不属于人 这样对不对 不对吗 对 人是大类包含学生和其他的人 对不对 所以呢 问学生 属不属于人 学生属不属于学生 那肯定属于学生 对不对 他属不属于人呢 也属于人 看到了吧 属于这个类的对象 能理解这问题了吧 也就是他属于子类下边的判断 他也是成立的 你看这里边 人类学生类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例子 对不对 人类学生类 这个p属不属于学生吗 人肯定不属于学生 不是所有人都是学生 对不对 然后学生属于学生 属于学生也属于人 后边两个书结果是真 真就是这个关键字 那具体的应用 在后边咱们课程中会用到 咱们得详细的再提一下 但是我用的时候 就知道是这个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关键字 咱们要选的是 Final关键字 在有的语言里边 比如说加瓦语言里边 Final是定义常量的 对不对 Final是定义常量的 但是在咱们p里边 定义常量 是不是有底范呢 对吧 有底范函数 在P2P里边有的是一个是底范的 这个 又回到越来越来越程序 这个区域 P2P定义常量 使用的是这个 Define 是不是这个 所以呢 不是Final定义常量的 对吧 所以呢 Final在P2P里边 就不定义常量了 我们这话 记着 在P2P中 谁呀 Final 不定义 常量 就什么 所以呢 就不会使用 也不能使用 Final 来修饰 什么 成员 属性 那Final能修饰啥呢 记着 第一个 Final可以 修饰 修饰类 第二个 Final 可以修饰 方法 它不能修饰成员属性了 但可以修饰类 可以修饰成员方法 那有什么作用呢 咱们说了 如果Final能修饰成员属性的话 假如说啊 它能做成常量的话 常量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不边 不能改制 是不是这意思 那Final也是一个固定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用Final修饰的类 怎么 这个类 不能 去 扩展 也就是 怎么的 不能修饰 不能有子类来进入 对 不能有子类 就什么 用Final修饰的类 不能有子类 比如说 咱们在这块 上面这个类 现在是不是可以有子来选上这个 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看结果啊 这是咱们前面的 是不是随在需要什么呢 该怎么写都可以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一旦用Final 标记这个类了 这个整个类前面加上Final的关键字了 那这个类就不能有子类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用学生类来继承这个类 就不允许了 那程序就出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出错了 是否出错了 告诉学生类不能够什么 从Final类里边继承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么标识类不让继承 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不让别人继承 这个类本身 咱说不是继承 不让继承 那就不让别人扩展 不让别人扩展 这个类就是最终的类 听懂吧 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加Final的话 别人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扩展一些功能啊 那如果这个 你就变成最终功能 对吧 功能就这些了 不准许别人增加了 那你加上Final 系统里边有好多这样类 都是这么处理的 不让别人加自己的功能 怕落对不对 这规章制度是一个死的了 规定的很死的 不让别人去扩展 这个时候有 所以呢 你在什么时候使用这个 不能有此类 就是不让别人去 怎么扩展 这个类是最终的类值 使用Final 对吧 比如说我写的一个类 设计好的一个类 对吧 然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功能已经全了 对吧 我不想你添东西了 添东西的话 我比较麻烦 对不对 然后我想发不出这个类 让你用的话 那我就加上Final 那你就快展不了 听到吧 就是这个目标 不想加东西 这也能理解了吧 咱们做出来 也看到这个效果了 我猜一下 那Final除了可以修饰类 修饰方法 还可以修饰方法 看一看 是不是可以修饰方法 然后看一下这个 它有什么功能呢 Final都是最终的 修饰类是最终的 对不对 那如这块就是什么 用它修饰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不能在子类中重洗 也就是覆盖 也就是不能被子类覆盖 那跟类继承是一样的 类咱们说了 继承是不是对这个类扩展了 那咱们上准都说了 方法 我覆盖方法的目的干嘛 是不是重写这个方法 或者对地方 功能进行扩展 是不是这一目的 对吧 但是我现在 加上这个关键字 一修饰 就不能重写了 那也就意味着 这个方法 怎么不让什么子类 去改这个方法 或扩展这个方法的功能时 对不对 这个方法 也就是怎么最终的方法 你就功能 假如不要被人快展 也不要被人改了 你要愿意 你不用 对不对 你用就用这个功能 就这意思 比如说 我们在这话 前边 说话的方法 是不是在子类 已经可以快展了 你看 现在运行是没问题的 看到了吗 但是如果我一旦把这个关键字 当然POPLA可以留在这 FINAL 这都可以的 对不对 加上FINAL之后 这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 告诉什么 是不能覆盖FINAL的方法 扩在那边 SY 对吧 你重写不了 扩展也扩展不了 就这些目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限制符号 OK 如果他能修饰常量 修饰变量的话 变量也不要修改 他不就常量了吗 但是POPP常量 有其他去做 加往里边常量 是用他生命的 对吧 在POPP里边 他不修饰常量 好 这就是可以了 我们来保存一下 比如说 那我们现在假如说 用他来修饰一下 不修饰方法了 你看 我把名字翻译 会有什么结果呢 是不是告诉我什么 不能够定义PERSEN 什么什么FINAL 属性 成员不能FINAL 对吧 对吧 这个FINAL呢 什么 紧勇敢分这个方法 什么类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呢 FINAL 咱们不修饰这个 看到了吗 好 这就是我们 这一刻向大家介绍的 FINAL关键词和 INTENSE关键词 两个关键词 好吧 因为这两个关键词比较小 也比较好记吧 然后这里边有说明 对吧 目的就是 一是为了安全 不要别人改 改乱了 二是没有必要 要别人改的时候 那这都得用FINAL来修饰 好 这节课 咱们就到这里 介绍两个关键词 再见 再见